走 請坐 大家早 這兩小時 我們要說財經問題 重要是說 做一個政府的政府官 一定要 了解預算要怎麼編 所以我們主題是說 預算的編制 預算要怎麼編制 編制的編制 編制跟編制 編制跟編制 雖然編制裡面 很多政府的東西 一手 沒辦法說得太多 我們先說編制跟編制 編制跟編制 編制跟編制之後 再說一些經驗 我的經驗談 然後 中間也會說一些 跟經濟有關的 跟我們的生活有關的東西 實在是 很差勁 我 過去在這裡說 已經幾 我們這裡十二期 所以 這個可能是十一回 一般的反應都說 不錯喔 差勁差勁 但是老實說 經濟利潤 經濟利潤 國中的學科 文科裡面 最差勁就是經濟 你要進入那個 經濟的觀念 不是一四季 不是第一季 一個季 兩個季 或是說 一年 兩年 三年 要長期 來進入這個 經濟的觀念 一旦你這裡看報索 或是電視在評論 你這裡聽話 要把它錄成 在你的生活上 那也是一個困難 因為個人的個性 不一樣 我想說 我讀經濟 收穫良多 收穫良多 我可以不賣線 不賣線 幸福不賣線 負責率 我可以買一間房 看說 在蓋後 在大蓋後 買一間房 三十年前買一間房 不賣線喔 都去人家 拔錢來 來買 要買一買 一直蓋起來 一直蓋起來 不要過家 不賣線 跟這次算起來 差不多 那間房子 二十倍 多月 我沒有出販線 都讓大家出錢 借我 我去人家借錢 不要用錢的人 把錢放到人家 要用錢的人 不用出販線 就可以賺錢 用這樣的方式 我剛才慢慢說 比較注意 我們要說 預算 編解 原則 第一 大部分 PVPS 就是 Planning Programming Budgeting System 就是 PVPS 設計計畫預算制度 也許對 早期的 收支 支出 預算制度 你要花多少 就收多少 稅 國王時代 鳳姐時代 要花多少 就收多少 他一直開 一直收稅 所以才會刪成 民間的 控制 抗稅 抗暴運動 像羅賓漢 羅賓富的 故事一樣 我們 中國農民 歐尾 鳳姐一直求生 農民 生活很困難 就起來 抗暴 後來 漸漸變成績效預算 但 接口預算的制度 也讓大家看點 只有油店 只是說 我去買多少 收多少 盡量控制 在收集 的範圍裡面開銷 那是已經 有民主國家以後 有民主國家以後 他才開始 變成收集和支出 盡量 古典學派 古典學派 所謂古典學派是 1776年 亞當斯密 亞當斯密斯 國富論 他以後 開始 一直到 1930年代 1930年代 古典學派的主張 就是說政府 政府一定要 他的開銷 不能超過他的收入 他各種各種的開銷 不能超過 他所有所有 稅收 跟非稅收入 那非稅收入 不包括公債 不包括公債 在1930年代 以前 若是 要發行公債 是標示說 在戰爭 戰爭的時候 政府因為開銷很大 武器一直 補費條 人員一直死條 就要去 扶序 開銷 這裡有的 補充這裡有武器 所以 錢不夠的時候 就要去救錢 救錢有兩個方式 一種就是 向銀行救錢 向輸人救錢 向輸人救錢 就是去發行公債 像我們這個無制度的國家 就是說 像我們那時候 要進行十二行的建設 十項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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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七空年代 現在結果說 要十項建設 現在的時候 收入不夠 他的開銷不夠 就去找好人 他說 你這個 你有逃稅落稅喔 嘿嘿 你逃稅落稅喔 你看你要拿多少出來 你的逃稅落稅 算起來可能幾千萬喔 你要拿多少出來 想這你就要拿五百萬 王英慶想 逃稅落稅最大的嘛 他總之也出很多錢 不是只有王英慶 他從 台北 他一直到國雄去 都一些工生家的 醫生 律師 賺到多少錢 都有消費糖茶 他說你逃稅 你可能過去幾年 逃稅多少錢 所以我現在 希望你能夠關多少錢 所以很多人是從那裡找來 這就是沒有借助的 有借助的 國家一定是 發行工債 發行工債 所以修生 以前英國發行的工債是什麼呢 十幾十九世紀 他就發行一種工債叫 Consol Consol 這個工債啊 英國的工債是說 我這張工債是不行的 不行的喔 不行的喔 幫你償一百塊 一張工債一百塊 我不行的喔 但是我每一年都多少 都固定的利息 固定的利息 所以這個工債 可以在市民上流通 但是說 這個加仙他買的工債 他現在每年都收到五% 但是一百塊 10%都收到五塊的利息 但是如果利息的 利率如果第五%的時候 他工債就蓋了 但是這次四%的時候 他就蓋到一百十塊 三%就蓋到一百二十 一%的時候他就蓋到一百五 利率如果 如果管起來到10%的時候 他就蓋到八十塊而已 所以扛索的價格是七起落落 七起落落 當然他說 嗯 現在利率是三% 價值是百二 我現在缺錢 我就賣了 這個太太 這個太太 他看說 利率 應該會一樣 他說利率還會提款 利率還會一樣的時候 他們價值就會蓋 他看說利率還會蓋 會蓋 所以價值就會 工債的價值就會 所以他就把它放掉 他就 他悲觀論則 他樂觀論則 類似這樣 所以喔 人 社會人看法不一樣 所以各自承擔 價格漲跌的風險 所以工債這個工債一直都在流團 都沒有對線 不是說像美國發行公債說 我有十年的 二十年的 三十年的長期工債 不是這樣 十年 工債期滿的時候 我就要 趴上行李 想說你買一億 十年到的時候 你這中間十年來 你領利率 十年到的時候 你就拿這些工債來 政府機關 人家說 我要對線 我要拿美金 那是十年的 那三十年 三十年到的時候 來對線拿美金 所以工債跟對線的期限 工債 工債 對線之前 半年一年 他是在 市價 趴飛流 趴飛流 免子 免子一百塊 市價才九十塊而已 那當時都的 且且 SUR$100 因為接近 那個對線 那혼的时候 一定是 Stelle porary 太初 some gold 很一樣 你若是 半年前 還是超級那張 fijne shortcuts 那還半年 或者一年 在這個對線 只剩這樣一百塊而已 那一百二塊 他們就仍仍仍仍假 鐺著一百塊 最好拿去那 trouver人 才拿一百塊而已 這些都 Another 人式 那因為我們 這個 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時候 他大量發行公債是在六年國建一後 六年國建一前 經過台灣民國的地方政府 他的負債是這麼一千五百億而已 六年國建三年 連續三年 每一年發行公債 差不多三千億到四千億 所以三年以來 豪博村就是三年 比較沒有三年的行政院長 中國的 台灣政府的負債超過一條 超過一條 這我都有研究 這台第一年我的研究報告 說赤字財政的部分都有下 我現在說 最後就是說 美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他也是大量發行公債 還在世界大戰進行的時候 1929年經濟恐慌 一個羅斯福總統 就是我們羅斯福那個紀念羅斯福那個 不應該紀念的紀念羅斯福那個 羅斯福總統 他採行凱因斯理論 凱因斯學說 將mannered 他這個人 他是叫做 凱因斯革命 完全否決古典學派的論述 因為古典學派 他的老師 他的老師 他的老師是 Marshall 他的教授 Marshall對他很痛苦 所以 所以 各位年輕的朋友 不能說 我這期讀得不好 我就放棄 康因斯在考文官考試的時候 進行他去受經濟學 去對皮股 去對Marshall 讀經濟學 去考文官 考不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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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是貴族 所以啊 他是貴族 所以就派去 雖然考不掉 但是也去印度去做工作 去印度 那個 當時是 殖民政府裡面 財政部去上班 去做工作 在那個地方 這開始在人間 又讀經濟學 讀經濟學 他很聰明 當然他在年輕的時候 他如果背後 很好的訓練 他從十五六歲開始 就在 就都 指定功課 一定要讀到 指定功課 我們的教科書 所以我們現在對 藝術台的教學 也一樣 訓練 一定不是叫他 訓練教科書訓 訓練100分 那絕對不好 我看過 在台大看過很多 科學都100分 科學都第一名 結果都危害台灣 都對台灣很大的傷害 叫我第一名 叫我功課第一名 也叫我智師第一名 那都不好 所以我們凱因斯 十五六歲 就開始 國中的庫定 他如果背後都基定 國中的庫定 他如果讀很多誌 很多好的觀念 所學 他第一名叫做 un probability 他第一名叫做 論誇然力 什麼是誇然力 他是讀所學出身的 後來 日後 為了要哭文官 才開始接觸經濟 但是接觸經濟的時候 他用他的所學的基礎 投經濟 雖然說科學 哭文官 哭不過 但他試而不捨 他對師父去了解 在印度的財政部 裡面對師父去了解 結果 到1930年代的時候 他就發現說 經濟大恐慌 不是 經濟大恐慌 不是 攻擊不足 五點十次說 攻擊可以創造需求 説理論說 只要你生產出來 絕對有人買 都不用煩惱 沒有人買 所以五點十次 他是重溫就業的 假設 假設 他的重溫就業 所有人都有工作的人做 只要你生產出來 都不會出來 不會去 為什麼這樣 主要是地理上大發現 發現到什麼 用米洲 然後 殖民 亞洲 非洲 米洲 亞洲 跟非洲 都是非常榮豪的地方 有的無三堂青 所以 財政業就很發達 英國從財政業開始發展 經濟發展 要開始的時候 一定要有火車頭工業 叫做leading sector 就是領導部門 英國的財政業非常發達 對米洲 種口 米歇 棉花 去燒絲 然後去摘補 做做三口 不去米洲 不去亞洲 不去非洲 所以 雖然你量很大 生產量很大 但是不夠用 因為今天國家 都沒有那個技術 可以去做這個 我們快速來生產這個 那個三口 就是當時 歐洲 在英國工業革命的時期 歐洲的帝國 跟法國 都要是農業國家 對不對 是帝國 所以帝國到1870年的時候 李斯特公 我們一定要高關稅壁壘 風機英國的產品 陸陸續續來跟人家 所以讓我們 沒有辦法發展 所以它是 第一 採取保護 主張保護 政策 保護國內工業 保護國內 幼稚工業 這樣才會發展 當然這是切開了 我主要是說 凱因斯說 到1930年代 登記的這個大恐慌 從1929年開始的 大恐慌 到1936年 都沒辦法改革 文的處理 政府都不敢貸錢 政府都在收集的 裡面的範圍 來開銷 所以 需求不足 不是公職不足 現在是公職過多 有效需求不足 Effective Demand 就是說 整個的社會 Effective Demand 購買力不夠 因為很多人沒有套路 沒有收集 他就沒錢買東西 沒錢買東西 現在工業生產出來的東西 就變成存貨 存費過多 你就 那些積壓很多資金 在那個地方 然後 生產者 他就沒錢 還在生產 沒錢還在生產 只會把工業停工 工業就停工 工人就再失業 這樣 變成惡性循環 所以 要復甦 很困難 他說 政府就是什麼 就是 請人來 那個公路 有人問一個坑 問問 問問 問問問 一天回 一百塊美金 這樣也可以 增加酒協 大家知道嗎 就是我們這次說 八百塊 請一個人 來 來 創蒙阿波 來 拿邊掛草 路邊掛草 什麼 一樣的意思 他說 這樣當然也是生產 不過 最沒生產的就是說 請四個月的工人 沿路來圍一個坑 一個人圍一個坑 一天圍一個坑 一天圍一個坑 再打不定 把那個坑打不定 這樣負一百塊美金 負一百塊收入去買東西 這樣也可以增加我們的需求 這個意思說 有效需求不足 是因為 消費不足嘛 消費不足的時候 沒有人投資 投資就不足 你現在政府還在說 我就要 規定在 收入的環圍 在開銷 哪有可能 收入就直接了 因為你 民間 民眾沒有收入 要怎麼繳 繳不繳嘛 你本來是 一個月賺十萬的 只要四個月賺五百塊 現在 不如所得稅 你家庭所得 就減 減一百二十萬了 當然你 本來如果要繳五萬的稅 你現在變成繳一萬 這樣 當然政府稅收就足 政府稅收就足 政府稅收就足 你就要寒這在一萬裡面 但是 這個社會有 一千萬人 一個人求一萬 不只存一千億 本來你求五千億的 你現在 存一千億 你一千億的政府開銷 這樣 我們有效率 有更加不足 他說不對 用這中間 你就要發行公債 叫赤字財政 赤字財政 赤字財政 一個發行以後 就主張這個新羅蘇 就開始 第一天 他第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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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採取 凱因斯的理論 開始大量 進行 所謂的田育安計畫 在田那西州 做水壩 做水壩 然後 大陸 發 發行什麼 就是說 開銷 對 涉及的工人 做補助 對1935年開始 他就開始有 SSA 叫做 Social Security Act SSA 就是 一個 社會福利法案 這個法案出來的時候 對很多涉及的工人 老人 disabled 殘廢者 殘障者 做很多補助 這個補助 一開始的時候 雖然農不足 但是 漸漸怎麼這麼多 為了要實施 這個SSA 借助的時候 他就開始課 社會安全稅 Social Security 就是社會安全 就是社會安全制度 社會安全法案 就開始 叫社會安全稅 叫做 叫做 嗯 叫做 薪水貸稅 每一個工人 每一個人的薪水 在那裡 要 發薪水 給你以前 薪水多少 薪水3% 增加到 1980年已經 到15% 不然 沒辦法 彌補那個 基礎 所以那種 3% 薪水貸稅 叫做Payroll Tax Payroll Tax Payroll Tax 就開始次次財政了 還發行公債 還發行公債 開始次次財政 開始次次財政 那時候要績銷預算制度 是收支病例 收支病例 要是績銷預算制度 發見說 哇 開銷哪有什麼 開銷哪有什麼 而且政府的效率哪有哪賣 因為 羅斯福大量用公務安 他真真叫符合 用公務安 一百萬 例如這樣 加倍 加倍用人就對了 後來 日後到1939年 世界 建政發生的時候 1940年開始 改業 再發行 1940年開始 太平洋建政發生 他的軍需工業 開始發展起來 不是說羅斯福總統的政策 可以改割景氣 大蕭條 是因為建政發生 才開始 因為軍需工業 蓬勃發展 大量僱用很多勞力 才開始 改割 經過 我們的 對抗 大蕭條 大衰退 成功的 基本的原因 所以不是次次財政 可以改割問題 因為什麼 電視作性 出後 很多錯誤的 東西 錯誤的觀念 因為它的開銷 變成效率不高 所以到 40年代 政經結束以後 50年代的時候 美國政府跟我說 這個有問題 我們預算制度有問題 所以去研究說 是怎麼 國防工業的公司 工場 它的效率那麼好 這麼多錢 原來它是用PPPS 它每一年 擬定下一個年度 要做什麼工作 有什麼計畫 要來進行投資 要做投資以前 要怎麼去評估 投資的價值 那就是我們這個PPPS 原則 鋼箱改 編列 預算的原則 拿來進步 施用 那是後來 在1950年代 60年代 開始 開始做一個改變 特別是60年代 在 愛斯納威爾 以做總統以後 這個PPPS有幾個原則 第一個就是 經常收支 跟資本收支 要並列 所謂經常收入 就是稅收 還有 罰款收入 類似這樣 資本收入 就是公債的收集 救錢的收集 或是說你進行 有 購入 橋樑 還是港部設施 再使用價 要交一些使用者付費 有時候是 這個東西 求一個 叫做資本收入 經常支出就是 人家費 人事費 辦公費 交通費 旅運費 有時候這些 這是經常支出 資本支出就是 我政府進行 公路 像美國 在1960年來 Rockfeller 做 5050年來 Rockfeller 他最大做到副總統 但之前他是做 紐約州的州長 他 鋪鐵開高速公路 這個高速公路的時候 那時候一米的時候 可能100萬美金 100萬美金 頂約州開 17號高速公路 那17號高速公路 在1950年左右 完成 到現在要搖很用 很粗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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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的開金 就是資本支出 那些 像我前面說 吞派克 那些 吞派克 那是95號公路 90號公路 都有收費 那就是 那就是資本收入 像我們這台灣 這高速公路 收不完 很粗用 那些高速公路 那些高速公路 開250號公路 剛才不知道收幾千億 都搖著繼續收 當然他不敢起床 40塊到現在都不便 水上不應該再收 因為那些都賺到回來了 那要收也不要一次 一次 計算理數 塞派克 扣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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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別說一隻一隻不公平 有些人 起立到高速公路 就收費贊了 那就馬上收 這不對 就是吞派克的做法比較好 這是收支並列原則 再來就是說 財政收入盡量 要跟財政支出相等 要量入為初 例如說你建政 不然你絕對沒有發行公債 再來就是一分比 一分比要大於一的原則 我們最好第四十個要說 一分比要怎麼計算 大於收益 大於你的資本支出 大於你的支出 那些原則 那些東西才有效益 才有所謂的支出效益才會產生 再來說要有 拿出一個替代方案 特別是工程的 建設的工程 這條鐵路要做 像高鐵要做 花四千億 花四千億 多久以來你可以回收四千億 可以回收四千億 你如果花四千億 結果 你裡面維修費用就很高 雖然你收四千億 但你維修費用也是四千億 你的維修是一個flow 流量概念每年每年都要維修 你的收入也是flow的概念 流量概念每年每年都要收入 但你的資本支出是 對開始建設的 對開始規劃 就開始算錢了 就開始開始了 規劃後 又執行 經過三年才完成 規劃兩年 執行三年完成 在五年中你一直花錢 這個東西變成你的支出 這個初期的支出 在那個地方 你並沒有收入 但你要把這個東西回收 多久要回收 哪久 哪早回收 哪好 結果你每年都要再花一些 那個flow用 就是我們剛才說 維修費用 maintenance的費用 cost 像說 它可能有過列 那個條子過列 還是說 鋼筋暴露 還是說 下沉 分音關 中華關 高鐵 也有往下沉幾公分 這要花錢來補 那不然 它會發生車好 很危險 類似這種東西 你如果開銷很大 沒辦法用收入來密布 你這個 鋼筋 就表示說 它的 要很長的時間 才可以回收 那裡一本 這樣就沒考慮 所以 做了 這個 泰國鐵法案很重要 就說 你要沿線 鐵法案的計畫 要在一個地方 建設這個鋼筋 另外有什麼鐵法案 要做的工作 要讓我們同樣的目標 都要沿你方案來 來讓長官來 來採行 是說委員會來開會 來改議 那是說 那當時 我們要在 國會台鐵 要電視化 還有 要在西邊 開一個高鐵 有爭議 有爭議 那時候 要在台鐵裡面 那時候我參加 財務國會法 所以我比較了解 他本來的初期說 鐵路電視化 五十億就夠了 人家去評估 請一本的技術 來評估 說 那如果這樣 為了速度要快 要去台北 跟高雄 點半斤 步驟到西邊 從台北做法 經過八里 巴黎 繞巴黎 平地 海邊 去到台東港 有些人在台東港 跟延伸 跟高雄港 這樣 這條 高速鐵路 只有一百 一百十億而已 一百十億而已 那對 我個人看起來 我覺得 這個比較好 不是對 舊線來電視化 因為你去算電視化的時候 你要考慮很多成本 那些新聞就說 在那裡的汽車 人工以外 還有你在電視化中間 你在建設這個 台鐵電視化中間 你經過的交通 都 slow down 因為什麼 很多平交道 都慢了 這個社會新聞很高 很多人要對它等 紅綠燈的時候 在等 扶米基里在那個地方 我們要對它過的時候 要用一個時間來等 整個台鐵行車速度也比較慢 如果說本來 在台北和高雄要四小時 直打車四小時 但是你在鐵路電視化過程裡面 可能要五個鐘頭到六個鐘頭 這些都要計算成本 但是那時候 我們的成本消費分析 雖然說技術很好 但是故意忽略 這個可能衍生的 incurred social cost 可能衍生的這個社會成本 所以 把鐵路電視化的 成本消費分析 變得太高 變得太高 所以這就沒有替代方案 另外 就是台中港 是不是開 本來是沒有包括台中港 開發台中港的 但是 本來是九項建設 九大建設 不知道有一個海 在國民黨的內部開發 說 何不弄一個石像 石泉石美 哇 要燒啊 講清楚 就好大喜功 就好好 人家一本人說 台中港不做理 怎麼說 他的北平有大度溪口 他的南平 他的北平有大安溪口 他的南平有大度溪口 兩隻 兩隻大隻一直在灌海沙 海沙來到台中港的地區 那我當時 他起床的時候 有一個 我們像說 防沙體 延伸到海中央 很深的 很橫的 像 100米 100幾米 我去做調查去瞭解 我帶學生 把今天 比較深的地方看 已經 走到100米以上 那些海裡面都會看到山 海水裡面都會看到山 海水裡面都會看到山 這種地方要做海港 你只要每年每年 蘇峻那些 海沙的錢 就花很多 可能是千萬 不是收工廳 所以日本人 那時候 經過當期的研究 感覺說 這台中港要積工很困難 但是那時候十項建設裡面 把台中港的效益評估 這2.5 一本比是2.54 我看到那部份 我都看得到 我都看得到 我哪有差那麼多 台中 日本人說 那不會做到 那做起來 只有你 要穿好 就不得了 結果他經常做下去 然後 然後 又說 到1991年 台中港 地區 可以人口超過50萬 我去1976年 我在做調查研究的時候 根本不可能 1976年 我去距離1991 就只有15年而已 1976的時候 他人口在減少 一直減少 人口都移出 沒有人要刷到 因為什麼 台中港工業區 一片荒涼 沒有其他的 比較多的銀行 還是其他銀行的設備 沒有其他銀行 周邊的機關航號 來支撐他的成長 所以 到現在 進口可能不超過50萬 所以 台中港工業區 建設完全都是失敗 所以不能說 今天我對台灣很好 做十行建設 那是在花大錢 你做一些什麼 做一些資產的轉移 財產還是財富的大移轉 乾坤大挪移 對台灣人的抽中 抽水抽水 抽很重的水 然後移到 蔣家錢貴的手中去 所以我們這樣看 政商高潔很多 像我鐵路電視畫 菜是去挑 他的標出的 菜是去挑 挑的都給你送到位 你只給他拆起來而已 標好 雖然去做的時候是7千塊一支 但是層層轉包的結果 最好那包才五百塊 五百塊就包到 那五百塊是我們台灣人 他就做酷工探不掙 甚至要他了解 但是頭前六千五百塊都被 流氓拿面拿了 所以你看看這就是 這個乾坤大挪移 再來我們來看財政收入的估計 經常收入 經常收入 就剛才我們說 有這個 稅務和稅收 各種稅 我們這當然包括 中央稅和電影稅 中央稅 比較大的就是 關稅 所得稅 收立稅 營利事業所得稅 還有 營業加值稅 這是比較大的 營業加值稅 還是做行李人就了解 做飯店就了解 在1985年以前 他是 大拔 拔給中拔要求一次稅 工廠給大拔 求一次稅 大拔 不給中拔 又求一次稅 中拔 不給這個小拔 大拔 零受傷 又求一次稅 零受傷 沒有消費者 又求一次稅 所以他就 重複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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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複 他講我這稅很重 所以 雖然說 我成本買的是10塊 稅才1塊 應該是賣12塊 他就賺起來 他說不是 我本是15塊 所以我賣16塊 他賺很多 那種利潤差距很大 所以變成說 最后的消費者 負擔很重 EQ80年 我下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 下一篇文章 你說 這個間接稅 它改革 裡面 我特別對這個東西 了解之後 我很感冒 我總之建議 應該要拆出營業加持稅 就是Commodity Tax Commodity Tax 就是商品稅 Commodity Tax的東西 重點就是說 要求說 所有的 商品 食育住的商品 有的是免稅 有的是一定要求稅 如果求稅的時候 稅率都是5% 5% 5% 最后 你 槍槍 5%可以退稅 大盤可以退稅 那如果消盤 中盤也可以退稅 消盤也可以退稅 但最后是消費者 負擔只有5% 這樣改革 你本來消費者負擔 10幾% 20幾% 30幾% 現在改革只有5% 這樣5% 所以 那個改革 在三年來 它的稅收成長 兩倍多 兩倍多 因為什麼 民間還是消費者說 比前期很小 比前期很小 因為稅率比較少 生理比較好做 所以那是很成功的一個稅制改革 我記得 一直 是死無幾年的時候 他們的加持稅 總稅收 超過 守得稅 稅收 所以 政府要把稅收 不一定要加稅 有時候是減稅 剛才我說的是減稅 一個很成功的歷史 第一 就是 在1996年 你領域要選總統的時候 我 建議你領域說 要兩歲合一 什麼叫兩歲合一 兩歲合一 就是工相改 他 做老闆 他要叫做什麼 盈利事業所得稅 盈利事業所得稅 但是你賺一千萬 盈利事業所得稅 是 這個 30% 你就要求 300萬 剩700萬 是你這個公司賺 這個公司賺 這個公司賺的時候 你700萬 跟說兩個股東 一個人分350萬 這個股東 350萬 拿到家裡的時候 他們家的人 賺350萬 結果他就700萬的收入 他的稅 他的收入 減去他的開銷 家庭的開銷 到寬建額 扣除 他還存500萬 要500萬 要扣多少 扣40%的稅 還扣40%的稅 那時候 叫做寵物課稅 在裡面有350萬 是盈利事業所得去扣 才是15% 扣了 我拿回來的儲料 還扣一次 扣什麼 扣個人所得稅 所以叫做寵物課稅 我建議說 我們兩歲來合起來 只要扣一次個人所得稅就好了 所以盈利事業所得稅 在你部分個人所得稅的時候 你收入的 進行收入的盈利事業所得稅 可以從你個人所得稅裡面扣除 你這麼高 我指令說明 一個人獨資 不要說他合夥 獨資賺一千萬 加250萬的盈利事業所得稅 拿750萬 等他到家 藏民太太的所得 加作費 就去補稅 結果他還要繳 40%的稅 750萬要繳40%的稅 他又繳多少 繳300萬的稅 他之前在公司 他繳250萬 現在繳300萬 就繳550萬 做到要死的無限 有了解的可能 了解的心 政府也要幫他補償 現在我賺一千萬 再繳550萬 剩450萬 剩450萬 我受不了 所以我投資議員 就會比較少 所以我指令說 要把他減稅 變成兩歲合一 拿回家的時候 要繳550萬的時候 政府要貼行你多少 貼行你頭前 150萬 多出來的 因為你一千萬 用個人手段出來補 要繳400萬 你幫他繳繳 繳過400萬 繳550萬 所以你要繳我150萬 這樣意思 就是說這個人 在公司談的錢 這一千萬 老師那些高雄都反對 怎麼反對 政府就在財政赤字 負債累累 還減稅 這樣要怎麼繳稅 這樣要怎麼繳稅 我跟李政委說 這一千萬有很多目的 很多目的 很多目的 像我們兩歲合一 我們也能吸引外資來台灣 投資 另外就是那時候 很多台商都走到中國 我一年說這是台灣 我們將來經濟的幫忙 很重要的原因 因為你沒辦法 產業升值 大家都撿便宜 說我來中國用那些 很少的 鋼工的 鋼工的 鋼工比較熟 土地 造金也比較熟 土地取得也容易了 然後 都不去想說 要有其他的成本 就是說你要去賄賂那些官員 不斷把你鎖取 要把你鎖取那些 金錢什麼 那都是你的成本 你都不算在那裡 他說工廠比較扳 土地比較好 土地比較熟 比較熟 就把這邊的工廠賣掉 去那邊投資 結果很多人攻估 很多人攻估 要這樣去棺材 兩千空一年 兩千空一年的時候 我經常走市民 回到中部 對於 土地開始一直看 看到新的 整條路都在賣房賣土地 那就是什麼 因為他們 中國大陸的 都說過 沒有錢 就要回到台灣賣房賣土地 來去籌籌資金 所以 之前我們反對說 兩歲合約 經濟比較壞 稅數比較少 但是是相反 那都沒有總體經濟的觀念 我用八年用八年的時間 請一個研究助理 來幫我當作人家 我做總體模型 做三個 做三個 用那個來做模擬 模擬說 兩歲合一 減歲的結果 減稅多少多少多少 就可以 減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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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百億 或一千億 會造成什麼效果 結果發現說 減稅三百億 透過兩歲合約 減稅三百億 兩百億 還是五百億 還是一千億 可以增加多少 災害率 增加多少稅收 壓力多少 通貨膨脹 結果都是正面 都是正面 都是正面 所以 後來理政委 看到我的報告 他說 這樣好 這樣做下去 做下去的時候 到二年 一九九八年開始實施 到兩千年 兩千空一年 稅收 超過 未兩歲合約進政的一輩 進政都只有三千億 三千億 三千億 三千五百億 三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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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千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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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用腦筋去燒 有時候不但不會減少 而且會增加水修 另外是順便在說水的東西 剛才說就是中用水 我們說地坑水 地坑水這個最重要就是 財產水 財產水我們分成三種 現出是我們分成三種 一種就是地價水 一種就是房屋水 另外一種就是 房屋土地 交易的時候 土地增值水 這是最重要的這三種 在美國看的這三種 像他們的減地坑政府的百分之七十 像這個就要六十 其他就說 我們的汽車和摩托車的 使用的白澆水 那是頂水 還有天賦 現在天賦已經停修 這個 我們的財產水 有很矛盾的地方 矛盾 非常矛盾 看到沒有 就是 經濟學教授 財政學教授 也不知道 也看不出來 那就是說 在研究中間 他沒有去看很多細節 沒有去看很多細節 沒有去看很多細節 正式是你 土地 已賺 定期費用的稅 按照你 那是交易稅 不過全世界 交易稅都盡量壓低 促進交易 什麼是叫做國民所得 所謂的國民所得 就是說 你的交易量 交易次數 很大很大 你的國民所得就是增加 告訴你 你在 2050年 經國小規 的 商品 和土地的交易 房地產的交易 那個量 是1億元 1億元 每一元 是1千 1千元 所以你的國民所得就是 1千億 這樣看 那如果2013年 你的交易次數 是增加到 1千 1億5千萬 照常 每一元 只要1千 1千 1千 你的國民所得 變1千 1千 5百 1千5百 這樣 那是國民所得 所以交易頻繁 是好的 交易頻繁就促進什麼 促進我們國民所得增加 交易頻繁促進我們的什麼 我們就會 就會 機會增加 結果我們的 土地稅 所以 所謂的土地政治稅 跟地價稅 就是土地稅的重點 這兩項最重要 7歲就不重要 7歲因為你 稅率很低 7歲的目標 標的物 房屋的評價也很低 所以7歲就比較不重要 所以他們儘管的 土地政治稅 跟很低的地價稅 我跟大家報告說 我這個研究的精華 在這個地方 我在 我們年前 差不多 10年前左右 我研究報告 寫說什麼呢 全國的土地政治稅 把它的稅收 處於它土地政治的部分 是 14% 15% 那 全國的地價稅 地價稅 處於全國的公告地價 明目稅率 這是明目稅 公告地價 明目稅率 是 1.04% 那剛才是 14.5% 我們把它 放這14% 這個地價稅 持有稅 平均是1% 但你要知道 怎麼說 它的 全國的 公告地價 佔市價多少 全國公告地價 減市價 差不多這10%而已 10%而已 你如果這樣看 像是說 全國的稅收 是100億 那如果這佔10% 全國土地價值多少 水0.1 就1千元而已 但是 真的 是多少 全國 市價 100%而已 也是0.1 所以我們這裡 是一條 所以 真正的 真正 我們的地價稅 稅 稅間負擔是 0.001 0.001 不到1% 是0.1% 你土地增值稅 稅收 除以增值那部分 增值那部分 14% 所以 14% 除以0.001 0.14 除以0.001 是不是 140倍 140倍 好 我的交易稅是 比我的持有稅 我持有這個土地 不要賣 我才交0.001 我如果是賣掉 我就交0.14 這樣我賣嗎 賣嗎 賣嗎 你賣嗎 我如果財團地主 我絕對外賣 我担我4 這裡賣 我可以 延遲我的稅 負擔很久 對吧 我絕對外賣 担到4才賣 這樣比較優利 既然都外賣的時候 你這個供給需求 就很大的變化 當然我應該是 圍杜好 放到那裡 比較好看 這是土地 還是房地傘 House 還是Land 價格的時候 你本來是 供給在這裡 需求在這裡 大家都外賣 這條線怎麼變動 我供給就減少了 同樣價格裡面 我供給 Q土地傘 所以我就變成這樣 價格本來是這麼高 對吧 這裡就變得這麼高 就提高了 就是說 經濟學常常說 R 性 兵 以 可 就是說 其他條件都不改變 只有土地傘稅 給他 撞到那裡 他就變成這樣 這條線就變成這樣 走 這就不燈當 這價格就自然提高了 假想說 他如果在 如果說 我們的都市化一直在進行 人口一直搬往都市 都市土地是固定的 我們像信息計劃去的土地是固定在這裡 這樣的時候 你都市化的結果 是對都市土地一直增加的需求 每年每年都在搬遷 人口都在增加 增加到這裡 再來再增加到這裡 就原這條線 價格就從這裡這點 變成第二點 變成第三點 第四點 第五點 第六點 第七點 第七點 一直原這條線 白了 你啊 漲到無止境的程度 是這次的現象 是這樣 因為水有水太多了 我在那買一堆土地 給他拌到那裡發炒 五十年前 你如果知道 一幣一千塊 買一千幣 再多少一百萬 給他拌到那裡 等到這次五十年以後 一幣變一千萬 在信息計劃去 那不是說菜餚一千萬 放在那裡政策 那邊一千萬 你要想這些 多大的暴力 我們都沒有暴力 所以喔 土地神社會 沒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土地神社點就是 始作用者 讓我們台灣人 一直去 一直去 為什麼 劉鳳政府要怎麼做 為什麼劉鳳政府要求土地神社 求我館 因為他沒有土地啊 我們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都有土地啊 在1900年 左右 大小有一個報道 台中的大公 地方新聞報道 有一個殘狗 阿公 換到很多歲 如果要六七十歲 阿公才四 加一次六十%的歲 那些土地 建築了 加一次六十%的歲 如果要六七十出頭歲 加一次六十% 再加幾年 又四十一回 哇 要死我 又加五十%的歲 那些孫五十 加水沒有 沒辦法了 那些土地要賣掉去叫 賣掉又不夠 補國看這我很感慨 這所說的水海是台灣人 這水大人 這個水縮的 都被不要開來的 都縮這麼高 所以我一直認為 我我長期以來 我三十年來 應該說30多年來 研究所開始,我就研究這個東西 我就發現說,這個稅是吸血鬼 在吃的,叫我們台灣人的灰水 非常不公平 所以我就指定說,要土地增稅,要減半徵收 1998年我就把李昭議拿出萬年書 說本土性金融風暴,你要怎麼改改 房地傘很多不良銀行的貸款,不良資產 銀行不良資產就說,建立業一直去 一直去,起訴起很多,空有百萬戶 跟本土性金融風暴的時候,全部崩盤 房地傘崩盤的時候,建立業都把 抵押銀行的房子放棄 不允許虧,6千元的不良資產,不良貸款 我告訴你們,建立是暴力的行業 很多地主,貼賤貼賤,貼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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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購賤 一半六分 我一半四分 我建築業的 現在約千年以後 就拿這個土地去人家貸款 我建築業不用出一半線 就準備要蓄房 我看麥效果了 準備要蓄房 我就大體的朋友說 我要蓄多少錢 我叫建叔叔跟我們規劃一下 設計一下就要蓄房了 你們這裡就來預告 要蓄房嘛 開始繳錢 我現在賣到差不多 錢收很多 但是這個土地本來是五億 別說五億太大 一億 這個土地一億 就去貸款貸兩億 就貸出來都已經可以開店了 你知道 這我開始賣都要不去喔 家裡一樣都要不看地區 要不拋 哇 賣一半去了 收多少 收五千萬 兩千五百萬 我還可以去訪貸 這人20% 就開始賺錢了 這開始 開始去家 賣一半去了 才開始去家 不要說賣一半 我再講一下 賣三千就好 賣三千 已經有三千 聽起來了 就開始去家了 開始去家的時候 我再去六十幾個錢 還一直賣 都沒賣喔 我現在沒賣的時候 我七十斤 七十村才已經賣賣 我就去藝人國帶看 蓄後就去帶看 貸款出來的時候 我錢八八百 我賺很多 現在 開始經期 賣的都賣了 開始 哇 大家都賣十十斤 各個貨 建築業都賣十十斤 家裡有很多錢 現在開始賣掉了 開始賣掉了 沒關係 反正那些都被人家賺貸貸 賣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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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賣掉了 浪港 廣山 有人在台里買廣山的房子嗎 台東的廣山很有名 這邊錢浪耶 怎麼跑去上海道書 這些人是都賣掉了 待會地主去立 待會地主去承擔 那些地主是我的阿孤 愛愛救 你看 有嚴重也沒有 所以 建立業 因為這種預售制度 跟這個土力真實 變成說 房地傘一旦落下的時候 他沒關係 地主也一樣 地主也是說房地傘很多人 他不用擔心 這次如果說計劃落下的時候 他可以等等等等 等到說 他的計劃起來 可以把土力真實轉嫁給 買方負擔他這麼賣 不然我就去人家貸款 去人家辦貸款 在那些貸款都沒問題 你如果只有一褲 好不容易一個山車人 一個老工 還是農民 還是年輕人 好不容易去買一間住 一千萬買下來 一千萬買下來 你待會看 就一直落 落一四人才落到頭 二十年 二十年後 你可能孩子要貸款 就要繼續去那間住 還會貸款 還會給孩子貸款 所以一四人變成巫奴 變巫奴 因為這是什麼 獨自房地傘一直去 死賬不跌 死賬不跌 這是地方稅 很明顯強調的部分 我說這裡 再來說資本收入 資本收入是 一款是投資收入 剛才我們說過僑費 過路費 一款是自償性 這就是自償性的收入 一款是非自償性 非自償性就不是資本收入 再來就是公債收入 債務收入 發行公債或銀行貸款 我們現在中央銀行是都發行公債 那中央政府 中央政府是都發行公債 跟院廈市都發行公債 這是怎麼說 為什麼 很多人要變院廈市 很多單位 很多管政府都要變院廈市 這次你看 這亂搞的結果 三都屬性本來是三都 本來規劃是要台北、台中、高雄三都 台南 台北、台中跟高雄三都這樣而已 只要台中生活的院廈市 那也是小台中 到不知道怎麼去想 我有參與這個計畫 我也覺得很曖昧不明 不知道怎麼去想 浩大是說 賣金在2009年就說 不要限制 各縣市可以合併 合併 人口如果過多 就給它變成院廈市 所以台南縣市合併 台中縣市合併 高雄縣市合併 這在有什麼 你看這個要求過的 這在有什麼 這在有 中國嘛 市峽縣 上海市峽很多縣 重慶市峽很多縣 北京市峽很多縣 變市峽縣 這我是沒什麼贊成 但是我本來喜歡三都屬性 現在應該就不錯了 結果說變這樣 變這個體市 那就 這運行是 這我就不可以發行公債 所以可以說一下 一直增加 這將來會透過 中央的財政 這不可行 我們看支出計畫 的年上 有一個經常支出 資本支出跟稅務支出 稅務支出我們就不說 稅務支出就說 像我們產業升級條例 對 對 某種產業 的 補貼 免稅減稅 那就是補貼的形式 1945年 以後 1949年 開始的時候 中央民眾政府對 中國 那部分 中國搬來台灣的 工商界 都用現金補助 現金補助 中國 這如果 日本時代 工業建設 工場 都被拆開 用負貼去 那裡不 料料 所以工業 行善很困難 電腦對上海 很多 他們工商界的工場 又拔來這個 地方行善 因為 那時候 建築 經營比較困難 國民眾政府 都被他們 現金補助 到1949年 1960年 到1949年 1960年 才有那種 應該是1959年 1959年 才開始有獎勵投資條例 獎勵投資條例 你如果想像 那時候 台灣的工業 進行工業行善 要很久 那個條例也在鼓勵 外來的賬款 帶來的工 工庭 工序 工序 去申請補助 減稅 低利貸款 但是我們民間的貸款 如果 例如是15% 他們才會是3% 5%而已 所以 王英勤 在1970年代 利率 差不多12%到15% 他可以就 低利貸款 就3% 5% 告訴我5% 好啦 他拿來後 大量拿出來 再放 放 放放出來 再放國利貸 放12% 放15% 所以就賺兩種 其中 其中是他 用你的工庭方面 工庭賣出去賺到錢 其中是他 錢賺到錢 去賺到工庭 需要用錢 人賺不到 無關 無關 如果賺到錢 那賺到錢 那賺到錢 如果賺到錢 5% 去賺到錢 對錢人拿5% 對工廠 給錢 賺到錢 12% 他就賺7% 各位你們做生意 賺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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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所以賺到錢 7% 是你的 資本額的7% 那資本額是你的營運資金的7% 不是說 我 我輸的時候 我投資這個土地 到去工庭買1千萬 7% 7% 就70萬而已 你要所有你營運資金都放在來 那種 你營運資金都超過1千萬 對不對 一定要用幾百萬在那 告訴說 所有 你的資產 所有資產在那個所在 來算 可能你 賺到這麼一千萬 但你 做幾年以後 你的資本額 你的資產可能是 兩千萬 兩千萬 你想現在賺 百四萬才可以 賺那個 旅行 賺到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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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看 是 兩邊的北施 很嚴重 這是稅事支出 稅事支出 經常支出 就是我們剛才說 很嚴重 人事費 辦公費 旅運費 什麼 這很嚴重 在中央美國體制 裡面有夠多 我們雖然說 電腦法 電腦法 但電腦法的結果 人也一直用一直擠 便沒有減少 便沒有減少 所以經常支出 是比較慢去評估 它的成本效益 但隨時我們也知道 它用很多錢 但是 績效不一定好 容顏過多 資本支出 我們剛才說 港部支出 各種建設方面 所以我們現在要把 資本支出 工程建設這部分 比較重要 來做成本效益分析 我這個講了 我在回國台來講 剛才說的這個土地政策 和地下水 要怎麼影響我們的房地傘 跟要怎麼去看它 房地傘的漲漲疊疊 我們的成本效益分成本的估計 成本有兩種 一種是直接成本 一種是間接成本 直接 要為了 做這個糾納的時候 你要去看 你要用多少鐵金 或是用多少鋼骨 或是要用多少水泥 這都要評估的 這就是直接用的成本 這個間接成本就是說 你本來這有一個插球 或是說 比較簡單的 簡易的便橋 你如果拆掉 要去 要建設這個球的時候 高通總緞斷起來 高通總緞斷以後 所有要使用這條路的人 就要繞道而行 你如果直接通過的時候 用這麼五分鐘 你繞道而行 要用一點點 這段時間的升息 通過了人的時間的損失 就變成你的社會成本 這就比較簡潔成本了 一般來說 要用我們的成本效益分析 多部分 對建設成本 都忽視 那像我剛才說 台鐵在建設的時候 你把經過的行車速度降低 這個Slow Down這個情形 對台北和高雄 最快要四小時 結果你變成六小時 這兩小時 多少人坐這個車 這麼多少人坐這個車 你把它評估它 最低工資來算 一點點要多少錢 跟說有一萬人一台車 一天有一萬人 給你一萬兩點錢 這萬人平均 一個人的工資是 一點錢一百塊 所以這就是多少 一百塊就一百萬 一人一百萬 兩點錢兩百萬 這就是你的 建設成本 社會成本 這叫Social Cost 要把它估計下去 這樣算才可以 成本社會分析 只看我實際 花多少在那裡 你要說 你這個建設的時候 影響到這個社會 這叫做Social Warfare 社會福利 或者說Social Utility 社會效用 你變富的 因為你 讓他的通過的時間 較慢 讓他行車的時間 較慢 就造成民眾的不便 這個不便 就是Dis Utility Utility就效用 Dis Utility就副效用 相反的 Dis Utility 這副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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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積起來 你的副效用 用這樣放 用這個簡單的 你如果累積起來 把累積起來 才副效用 這就是變成Social Social Cost 這是變成社會成本的一部分 那如果這個增加 就是Social 我有費用的增加 每個人生活 比較容易 比較好過 比較簡單 也對每個人的 所得有增加 不浪費時間 不浪費金錢 你剩一圈 你塞車 你就割多少 割一些油 那時間 你浪費在這裡 就沒辦法在別的地方賺到錢 像鐵路的時候 你兩小時 我本來四小時 我就要做很多事情 結果我浪費兩小時 那兩小時 你本來可以賺其他錢 你沒辦法賺到 這樣 就是社會損失 所以我們的 計算成本效益的時候 對這個成本的計算 就很精緻 很清楚 不可以只有 算那個直接成本 我們就看那個公式 公式可以才拆開 那是整合起來 這麼變這樣 簡化 整合 我把它拆開來 來下的時候 比較清楚 就是說 你投資多少 用現出期 你在規劃的時候 第一年 第一年 我們沒有用1 我們用0 什麼效益分析 裡面 0開始 限值是多少 這個應該是 這個C下一個PV 就是Present Value 就是限值 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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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價位 結束 跟這個工程 還是這個球 還是我們的鐵路 還是空槓 不能用餵水 所以我們用這個球 比較好說 因為球有既然 可能50年他就敗了 但是50年 真的 怎麼說30年算 所以 第一年 規劃的時候 它的效益在裡面 它的成本 第一年規劃的成本在這裡 C0 除了它加利率的零 第一年是零 所以這等於零 這等於一 所以花多少來規劃就花多少來規劃 再來就是C1 第二年發生的 第三年發生的成本 規劃一年再來開始 材料來開始擔工 包括它的擔工 它的材料費用 這一個而已 再加一個 第一年 第一年是這樣 還有30人以後 這三年 什麼樣子用不利用 但是要用鋼骨的時候 它是要那個殘子 這殘子變成什麼 這就是我們的模型 這就是阿伯來生效益裡面 三年要結束 這裡面中間都花多少錢 我們就跟它歸納在公司裡面 歸納在公司裡面 所以我們在這裡可以寫一個這樣 T的時間 從零到30年 那大T 等於大T在這裡 30年 C的T 出於1加I的T 這樣 所以C是從零開始算 算到30 整個都31年就對了 那是我們的成本的估計 所以這裡面 包含 直接成本 跟間接成本 都放在裡面 這些的實材 這算出來就是 整個 實體看出來的成本 用估計的成本 就是說時間浪費的成本 把它放在這裡來算 這個酷子就變得更高 你如果說直接用來器材 鋼金水泥跟人工 那直接成本 你會低估你的成本 那低估成本 現在再來就看效益 效益是有形效益跟無形效益 你這個球做的是有形的什麼 有形的什麼 你收費 你這個球做的感覺是一千萬 我開始收費 過球的人一個人要交 一台車要交 不要說四十塊 我們交十塊就好 交十塊 通行費這樣 一天多少人通過 一天有一萬人通過 我就收多少 收十元 在這樣來估計 那就是直接 直接的效益在這裡 再來呢 那就是說 另外估計方式 就是說我時間的 小費時間的減少了 我如果要繞到要三十分鐘 這個球做起來 我十分鐘還是五分鐘就過去了 五分鐘 就不用繞到 當然你不可以說 過這裡一十多天而已 哪有五分鐘十分鐘 因為 這是River 這是河流 你不做球的時候 沒有做球的時候 就跟我說 這裡有一個球 剛才過 這裡都沒有球 所以你如果要在這裡 還要在這裡 你要繞繞繞到這裡來 這樣喔 你如果在這裡做一個球的時候 你要在這裡的時候 你是繞這樣過來 你要三十分鐘 在這裡的時候 你要繞過來 要三十分鐘 你是怎樣 我現在在這裡做球 做球的時候 不是這樣 可以說在這裡 在這裡 要繞到這裡三十分鐘 你是怎樣 現在如果說 這裡有繞一個球的時候 我不用繞這樣 跟繞這座 生家 我是對這個過 這樣而已 要繞到這邊這樣而已 不是啦 就是要繞到這邊 要繞到這邊 要繞到這邊去這樣 這裡如果 這裡如果 要來這邊的時候 這樣繞到就可以了 不可以說繞到這裡 這麼繞到這裡 這樣比較長 所以 就說繞到這裡 我十分鐘 對這個過 我就要比較久 類似這樣 對這裡要去那邊比較久 所以這個時間 快要好繞 我們就知道說 多少人在那個 所在那裡進出 來估計 他的時間的減少 那是直接的效益 時間的節省就對了 那如果叫做起來 是不是儘管比較漂亮 還是儘管比較漂亮 會吸引遊客 這就是間接的效益 剛才我早上說 Avon River Avon River 它的酒餅 它種樹枝 跟花100萬的種樹枝 有效益嗎 那個效益 聽說Fresh Air 新鮮空氣以外 去吸引遊客 來這個地方 讓附近的商家 見到他的收入 那就是 一種間接的效益 所以我們的 受益的益 就是benefit V 它也是要算限制 現在來看起來要多少 在當中的0 要在規範有 1加I 就0 那就不用說了 第二張也沒有 要不好寫 美0 美1 可能也是沒有 這樣 像這個價位是 這個價位 一當作就做起來 所以這個要等於0 開始通車的時候 剛才開始生氣 才5 才大於0 這1加I就2 這裡一直算 算說 B的30 1加I的30 還說什麼 30就要貼了 貼鋼骨的價值多少 殘值 殘值是用RV來算 1加I 除以30 RV的意思是說 recedure recedure 那種施油 recedure e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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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l-u-e 殘值 那這個殘值叫RV 用來算起來 我們加一個 T 等於0到30 v的 t 一家哀的 梯 加一個什麼 最好的產子的價值 基本上要這樣算 如果是鋼骨的 如果是鋼筋水泥 鋼筋賣多少錢 如果鋼骨的就不得了 30年鋼骨價格 不知道要去多少錢 要算再來 我想說這個跟我們的房地產有關 所以有一個月 所以我們要把產子上這位置 我們的一文筆 B 就是PV 出於C的PV 就要有這個東西 就是C的PV 這是 這個地方 這個要寫得這麼大 我這個桌把它塗掉 就能寫下去 這個不是我說的這麼簡單而已 因為這麼多風險都要估計 對不對是什麼 那個I要不要去算 那個I要不要去算 那很困難 所以說 所謂一文筆 VoC 這個東西 就是什麼 就是那個最後 C是 T等於0到30 CT E加I的T 那這邊 分子 分母分子是V V是 小碼的 T等於0到30 這個V的T 所以E加I的T 再加上什麼 它的殘值 E加I的 T 這大T 這PV 這要放一個大T 那要用符號的時候 那大T就等於30 這樣 這樣意思 就要什麼 大於 等於E 跳那個鑑鑑 大於等於 我們跳那個鑑鑑 來做這個鑑鑑 這樣 我們用P 除以 B的PV 除以C的PV 要擺出有限順序 我們在便利預算的時候 因為我們預算有限 民眾的需求是無限的 所以我們就要排那個有限順序 對 這個VoC的那個值 這就是一本筆 這叫一本筆 這就是一本筆 這一本筆 對大到小 排下去 這個 我們庫本來 有什麼X 大於等於E 叫那個價值 這一本筆就有一個所需 有的是 像我們剛才說 台中港 建港的時候 可以到2.54 就是鐵路電計畫 他也平很高 鐵路電計畫 他也覺得達到2.0以上 當然最好 都沒有那個效果 說 跟我們本家幾個說 我如果在 鐵路電計畫 台北到高鐵路電計畫 會有 有嗎 沒辦法 只有這次高鐵 才會有鐵路電計畫 差不多 差不多 所以我才說 一開始 一開始 我就主張 采用 日本的祭司 說 對市民 做一個高鐵 就在點外線到高雄 超過台東港 如果要一回台中的 再另外一台台 一回 我那個主管生的 福建人 福吉畫 我在內部開會說 這個計畫比較好啊 你在這個就線 電計畫效果不好啊 而且如果 用一百一十億去 建一個高 高速鐵路 我們就有兩條鐵路 如果發生建政的時候 一個鐵路 派遣去 我們要一個鐵路 鐵路的人用啊 這樣不是比較好 資產的增加 你在旁邊 花這麼一年 資產人增加 跟大家報告 本來幾億五十億 後來 最後 我在規劃財務的時候 說五十億不夠 要拿去皮高一點 說一百一十一定案啊 一百一十一定案 怎麼說要求啊 你不是說五十億就要創得起來 說很無錢 所以五十億 沒辦法花一百十億 你如果一百十億 我去創一個新的高鐵 一百一十一定案 各位 執行以後多少錢啊 這份之後 這份三四年 完成之後 台鐵電池花花二百五十億 這政府的效率在哪裡 走人的賣 你知道嗎 我很願賺 我那時候參與財務計劃 我很願賺 很願賺 所以我們要怎麼變預算 現在我們錢 不就變一個 X出來 對嗎 我們做一個計劃 做一個計劃 所以有X1 X2 X3 一直排下去 最高的排到低 一直排 從高到低 到低這樣排 所以最後 比如說X10 它的一分比是等於1.00 以外都大的1 而我們的錢 我們的錢 好像說 排到低 X7 再來 8 9 10 X10 等於1.00 1.00 加上去 但是我們的錢 只能夠用到X7 但是我們所有的預算是100億 在這裡 這個要花多少 這個要花30億 這個X1要30億 這個要20億 這個要20億 這個要10億 這個要5億 3億 2億 這樣 歷史這樣 還是12億 你看看這個 這個 這個60億 65 所以這個要35億 所以這個要23億 歷史這樣 還是15億 13億 12億 比較好 15億 13億 12億 這樣就100億 再來沒辦法 雖然說這個要5億 這X數只要1億 這都沒辦法用 就是說你對錢開起來 開開去的時 開到這裡的時 剛才這位置 剛才100億 你這中開去 這幾億 這幾億 這不是很重要 但是說到這裡的時 到X10 X10 要10億 要10億 但是因為它的一部分 比較1.0 這都 這都1.5 1.7 1.8 這樣一直開 一直到3.0 這樣 所以它效益很高 效益很高 這個 所在有3.0 標示什麼 民間的 說這個所在這是3.0 3.0 那個 一分比的時 標示說有體力很高 剛才我們說 社會 社會的需求很高 社會效益非常高 沒有這個東西會害 所以是怎麼說國防 建政 一來發生建政的時候 拚死拚命開支 因為不能建書 建書的人就變奴隸 建書你就要 要簽成下之盟 所以你就要拚命開支 它的效益很大 一來發生兩國戰爭的時候 拚命下去建 那就是標示說它的效益很高 不容許 敵人 侵入到我的國土裡面來 這樣意思 這就是 我們說的是 個別計畫取捨就是這樣來 再來就是優先 替代方案 替代方案就是 不只在這個地方做球而已 不只在其他方式 我剛才有的這個土在這裡 這個土區 本來在這個地方發電 這個土區在這裡 這個河流在這裡過 本來是這個地方發電 在這裡有球 因為人口複雜 這個地區 人口一直在這個地方發電 這裡都沒有球 是不是在這裡做球 現在要考慮說 我不會定做球 我在這裡做一個輪度 用準 可是如果要 方便或方便可以走準 我就用準 也能接步 也能接步 鑽的時候 沖到大這裡的 碼頭沖到大這裡的 車不用對這裡來洗 車全部接鑽過去 這裡塞案就可以了 這是其他方案 當然要考慮說什麼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成本 成本消費分析 跟預算編制的問題 事務上 讓我們看 我在做局長的時候 我為什麼做不久 我本來可以做兩年十五月 做兩年十五月到 管長那一年 九年為止 我是一九九九年 三月 三月十五月 還是一五月 一九九年三月十五月 過年後 可以做到 兩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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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五月 二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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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糕啦 九月糕啦 都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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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農業很嚴重 我去巡邏很多學校的 那生氣學校我去巡邏 巡邏的我都很不滿意 很粗陋 起得很粗陋 我們這次是古山嘛 古山有一個國小生氣的 在那邊頭 山那邊頭那 我們政府的財政就在困難的 他偏偏用童話啦 處定用童話 很貴 正口的 感動需要這樣 這不需要嘛 所以有的這我就 提出很大的空氣 很嚴重的空氣 突然間起一個國小 標準的 標準國小36班 標準國小36班 按照的教育部規定 如果是一面做人的 一面做人的國小一間 是一百萬 在雙面做人的一間是 百二萬 標準國小36班的標準 包括 包括你36班的教室 國中小都一樣 36班的教室以外 還有一個36班的辦公室 或是特別用的教室 包括你的 包括你的 里堂 什麼樣 當量就是36班而已 就72班 72班 一般蓋起來 在台北關 在宜蘭關 都是一萬 一億八千萬 一億八千萬 一億八千萬就起起來 我們如果有求人去南口 南口逼去林口交道 逼去去南口 那個方向的時 從林國中 一億八千萬 蓋起來 蓋起來 他們很多國中小 都差不多一億八千萬 蓋起來 但是我們圖門 三億五千萬 都人要兩倍 平時都比人家比較壞 價值都比人家比較高 我拿出報告說 甘公 我們土門買的水年 和貴金 都比較貴 還是說 我們土門搶來的工人 工廠都比人家兩倍 兩倍大 沒有那個事情 為什麼說 我們去一個國小 一樣標準36班 我們就要花三億 三億五千萬 你看這 土門關的農業有嚴重 政策努勢 有嚴重 沒有 又說 立美化 從林國中立美化 花兩百萬 同樣標準36班 校園也很大 花兩百萬 我龍安國中 他就要花九百萬 九百萬 龍安國中 較嚴重的地方是 他標準36班 他給多少個九十 給100元九十 我去看 我校長 你現在幾班 現在才16班 當時那五十年到時才用得到 十年後 有到夭壽了嗎 十年後這麼重 我十年來 你就要維護嗎 我 哪有 十年後 你當時可能老水老了 逛逛了 你可能要說到 你看這 政有怨不 你我教的教會有怨不 所以那個教育廠叫我 罵死了罵禪 管你找我去問 你如果不是在那邊痛 我跟他沒有 私人上沒有 沒有仇恨 我跟他是好朋友 私交我們是好朋友 公务的处理上 它是绝对错误的 你怎么可以任令一个国小校长去处理这个事情 给他规划一下 本来你36班而已 一年才12班 说10年才用得到50件告示 你给他去那些告示 百多件包括他的大礼堂 就百多件了 50件放在坑 一件如果是100万 5千万放在那里营 现在是很大的浪費 你就10年后要用才蓋嘛 你10年后这10年中间就没用 你想要这一年把它蓋便便 那些都有什么 膨胀预算 然后膨胀什么 它的规划费用 建筑师的规划费用也要回 但是如果计划 多少计划费用 都一磅人在穿好坑 所以你看这 有够浪費了 当电子通信展示馆开三亿 一个国中预定地不去做国中 说去开三亿去一个电子通信展示馆 我在那边去看的时候 替门要塑的条 塑起来 塑起来 我就在看 要塑 塑的门都打多多了 因为电子产品展览一个月以后 以后就没有再使用过了 就放在那裡吹风拔出 有些西安的人去到那里 山洞 都打多多 他要来到那里面 便所也走过 没人看过 刘县长去的进城 刘县长 被拼拼拼死去 那里 我不记得名 刘县长 刘县长 我第一面去看 我就要爬围墙去去检查 我第一面去看 过一年 第二面去看 第一面去看 那天门失去了 手头没看了 大水旗走去 腰部不堪 不堪 穩穩不堪 你看 不堪 我这玩意 我说 这山洞在那里 淡水在那里也要回响 这次放在那里都没回响 垃圾丶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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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丶 我听到 这国民党政府有够固 没人起诉 没人犯罪 你看 有这有够固 黑白开 黑白开 开到这 完全没有成分销售的概念 没有 都没有 这是我要说十部上 我有一些文章在那里 我这里有的人如果有储物可以带一看 我这里有车 我以前有一篇在说 桃園县的地方财政问题 可能没在这里 我有一篇比较有名的 很震爆的 就是说 想财政赤字恶化 地方财政为什么困难 我主要是都政商勾结 三行地方财政困难 财政赤字 我那篇可能没放在这里 我不知道 最近的 2008年 2005年下 那篇开始没在这里 不过很多频道在说这 这也没有什么好 给你们看 但是我这里要讲 很重要的 要说什么 前面我们说 回国团队 有些时间来说什么 前面我说 土地生的税 跟地下税 土地生的税偏高 地下税偏低 会造成一个锁定效果 就是前面说 你的供給減少 需求降低的時候 你價格一直往上提升 需求增加 因為都市房地產一直增加 所以你就要看 什麼時候要買房子 什麼時候不要買房子 我剛才跟你說 那間房子買起來的時候 在1985年 1984年 1984年的時候 水雄在1979年 年底就開始房子在蓋了 為什麼會漲 它的漲的原因是因為貨幣工具有開始增加 為什麼貨幣工具有開始增加 貨幣工具有開始增加 貨幣工具有開始增加是因為1979的時候 出口擴張 出口 多於進口 有貿易順差 當貿易順差的時候 它的經常上有盈餘 當經常上有盈餘的時候 因為我們是外匯管制的國家 外匯管制的國家的時候 它就要發行貨幣 外匯市場裡面的美金 一塊美金對 台幣是40塊 它的供給需求 供給是來自外匯的 外匯的供給來自於出口商 進口商要買外國貨幣 所以它需要什麼 需要去換費 用台幣去買外匯買美金 這個出口商 他出口東西 拿到LC要去換台幣 所以它是賣美元換台幣 這是買美元用台幣換美元 這要搞清楚 懂這個道理 懂這個原理 你就知道國際經濟的運作 你就要去買外匯 什麼時候買什麼時候賣 要賺多少錢 現在 因為出口 大於進口 出口 出口我們都用X代替 進口用M代替 出口減進口 大於0 所以出口商買換費 他就 需求供給就增加 在外匯市場的美元供給增加了 所以他價格40塊 有可能跌到30塊 他跟30塊這麼合理 結果他是外匯管制國家 就是央行控制這個外匯匯率 不給他跌 不給他降下來 所以 央行就要用錢去買外匯 這部分 他真正的供給在這裡 需求只要在這裡 所以這部分 這部分要買入 買入就變成央行外匯存體 我們英文稱為 我們叫做FXR 就是Falling Exchange Reserve Fallin Exchange Reserve 這產生什麼 FxR 等於Falling Exchange Reserve Oeserv 取這個F 你Fallin Exchange Reserve 買一買 央行去買一買 他就要用什麼去買 他就要印鈔票去買 所以你Fallin Exchange Reserve 增加變成正的帶領 變正的帶領 你就要印鈔票 台幣就會增加 鈔票就增加 這代表什麼 你的貨幣工資料 叫做Money Surprise 就增加 這個Money Surprise 增加 可是你 增加100億的Fallin Exchange Reserve 你就要用40塊去買 因為貨幣工資料 就增加4千億 在這個地方 Money Surprise 我們用MS代替 用M代替 還是用M代替 用M代替的時 在這個時候 你增加 強力貨幣 這個Hyper Money 增加4千億 Hyper Money 在這個社會在生的時 它有一個流通速度 對於我才有一個客人 在這個社會一年裡面 生幾世 你生去生幾世 我生三次 這寫三次就好 乘三 就變成 這強力貨幣 這Hypermine 寫下一個H 所以你的貨幣工資料 Money Surprise 就是變成增加多少 增加1.2兆 當你增加1.2兆的時候 這個利率的價降 這個利率就是可貸基金 就是貨幣工資料 它是本來在這裡 MS在這裡 貨幣需求 貨幣需求在這裡 你的利率本來是這個水準 它是說10% 你這次 這次貨幣工資有增加的時候 貨幣工資 在端期內沒有什麼改變 但你 當年 一年一年在增加 MS Plan等於 MS 加上什麼 增加量 利率下降降到這5% 5%還是6% 這樣有什麼影響 利率降低有什麼影響 好 教授說我是一個老闆者 5票 我在做5票 我本來不敢去糾錢來做 這5%而已 我打算說 5票就要去 我就去糾錢來 5票 為什麼會漲 因為貨幣工資就增加了 錢多 大家都有錢 錢要用在哪裡 你所有要買的東西都有了 貨幣都沒有問題 不然你會買5票 不然你會買房子 什麼 所以錢就往股市跑 股票市場開始什麼 股票就漲起來了 這都是供給需求的概念 這MD 這股票市場裡面 S跟PS 股票價格 也一樣 SD 哇 一樣的 公司 航費 股票 固定的 差不多有多少 也沒什麼變化 不是說固定 變化不大 短期內變化不大 但是大家都有錢 都要買股票 炒起來 對 股價就上漲了 我們看股價要上漲的時候 咦 我當然 確定說會上漲的時候 我就賺錢來買了 我沒有辦法賺錢來買了 如果看我房子要上漲 一樣 這是股票 如果房子 House 一樣 大家都有錢 House的price也會漲 這個 這 浩水供給還要比較久 它比較固定 因為它起床比較要時間 國標是每天做的 所以浩水 這個 供給取限會比較 不彈性 需求是這樣 我們估計說 房地產價格會上升 所以 去到這個地方 去到這個地方 你不可以就錢買了 去去之後 甚至我們可以雙倍 你知道嗎 可以算雙倍 兩倍 可能 這兩天 會蓋兩倍 所以七十九年 房地產就蓋一波 蓋一波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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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萬 會蓋到200萬 這樣 變成這樣 所以 如果蓋一蓋 蓋到5% 平常都12% 現在蓋到5% 10% 變成5% 我當然就來用了 這事物上很重要 我在1975年 1975年 沒有了 3到5% 我台灣研究所 二年級暑假 學期在要開學 第三年在要開學 要收了 沒頭 沒收集 吃飯就很困難 煮食之後就沒錢了 我去找一個學長 叫800塊 吃飯 我想說800塊 兩國的我就吃了 還過了 沒賺錢 還沒賺什麼 我都下輪文了 也沒時間 人家賺錢 我想說 嗯 看這個線路 看這個 股票的成交的紀錄 好像要漲了 好像股票要漲起來了 我總是 聽說我甘媽 酒3萬塊 我甘媽 酒太多了 不好意思 自己酒3萬塊 賺一下 一年後行李 不是這樣 勇敢做什麼 我做股票 我甘媽的先生是 人很好 他說 你讀經濟學可以嗎 我說 我不是去讀經濟學 他而已 我從第一次開始就要有股票 我讀很多股票 我讀很多股票 在股市 站在買股票 站在買股票 第一股票我就賺1萬5 我就4萬5了 放1萬5 再賺1萬5 我就4萬5 我就跟原子家說 原子家 我賺1萬5 不是賺1萬5 我來這裡 都在電中 他說 好 我說 條件給你 好的條件給你 賺錢 1百給你 料錢 我先賺 這樣不好 他說好 就拿一個股票給我 我就14萬5 14萬5 6至10個月都賺1萬5 50千 156千 那本 那人 喔 多佗來人 我現在第一股的賺1萬5 我去買贏年 4萬5 沒人要買 我去做分析 根據巴魯克 10個買股票原理 我就跟分析 分析 哇贏年最好 沒人要最好 我總要買起來 買起來我的同學 我的學長跟我說 沒人要買 你會在買 你會買 結果 小碟兩天 過個禮拜天 禮拜六 連漲幾個停板 還夭壽啊 不然我整個這麼大便 漲七個停板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平時說 研究的 結果說 他的那個 EPS 每股盈以除以他的股價 是最高的 我比到所有上市公司的資料 拿來計算 那種要不像年度報 這樣好都給你算好 我自己去算 這樣最好 我剛才把他投債進去 你看看 賺錢就是這樣贏一個機會 在五月 十月底 我就賺萬五了 我是沒有薪水的人 那時候沒有頭路的人 我在 跟李定位做 研究助理的心 我相關的薪水是四千塊 那些都騎了 如果我買到幸福借 幸福之後我幸福都沒發現了 所以一年後我剛才到 第一年 1973年 就石油危機進行 我看 哎唷 剛才爬起來 又爬起來 就爬起來 我剛才 剛才這位財政部長那個郭 郭 郭完榮 在暑假的時候 叫我去 靠電子去外面 說 這幾個人 我要找你 他說什麼事情 老師 你來我要跟他說 提醒說 我要叫你寫一筆文章 我說什麼文章 他說余國華 余主委 余論是今天會主委 說要了解 每年的股市 我看你很精明 你很聰明 你探到那兩年七個停板 我印象深刻 來來來 寫一筆文章 我要多長 萬五字 我總要用心去找一些資料 做一個回歸分析 分析結果說 每年的股市 我年底全所有的股票都沒了 不是這樣而已 我在 這個 1973年那個 春天的時候 不夠 感覺本錢不夠 因為股票一直蓋 你錢就怎樣怎樣 不夠用了 我去給一個台大教授酒 老師老師 你喔 如果錢都做什麼 都買公債啊 我要顧票 你去那邊買股票 我都不敢買啊 我不敢買 所以他就 我說這樣啦 你是可以借我 20萬的公債去買嗎 我那日子生過你了 半年後的時候 我給你20萬 我給他17萬 17萬4 6千塊來 賣2萬4的日子 17萬6千塊 再錄下去 就用半年 用半年後就用20萬 還用半年後 10萬 我只用餘那些12萬 甘就錢 那錢 那錢都沒有錢 賺來 還用半年後 還用半年後 賺3萬 很多人都沒錢 給我錢 4萬 就拿下 我賺12萬 買一塊土地 跟這塊土地 那塊土地 可能有2-300萬 多大 建立啦 但是喔 賺錢也沒錢 因為我本錢太少了 招都沒錢 我都沒錢 所以沒本錢 買半年後才是 比較負擔 也比較穩 但是我跟你說 如果土地 所以取消的時候 半年後就不做了 因為 我們說 半年後一直去 是因為土地 那時候 你買半年後也在看 看地點 很多人在1990年的時候 喔 台北去到高雄 很少 看去高雄買買 差不多都 掉了啦 台中也掉了 高雄 特別是高雄 什麼很多 台北人都要很多錢 一人看地方 看地點 台北是首選 我剛才跟你們說 我買那間房子 200萬的時候 沒有半仙 我已經買一間房子了 不是一間房子 買兩間房子 一間在台北 一間在台中 他說 扶責要50萬 我扶責要50萬 我扶責要50萬 八月底要去美國進修了 我堅持說 一定要買那間200萬 這裡就要買200萬 這裡就要買200萬 我剛才有人都反對 我剛才那邊 我剛才那邊都反對 我剛才死了 大家都打電話 說不要啦不要啦 你扶責50萬 還要買房子 還沒有半仙 你都要買房子 還沒有半仙 還沒有半仙 我都要買房子 說你所說都不對 你都不知道趨勢 你也不要 總體經濟學 就是我們太太 總體經濟學 也不要總體經濟學 特普通 我太太在跟他說 不要啦 不要啦 扶責那些房子 不去 說你不要半仙 你只要辦公室和廚房 你不要半仙 我說 我說 3萬塊5萬塊 你決定 30萬50萬 你決定 我決定 我這樣說 我真的就決定要買了 都去定期了 我們住人家 聽說你八月底要到美國去 是啊 是啊 聽說你要買房子 是啊 聽說你負債50萬 是啊 是啊 你怎麼買房子 蛤 你就要在那裡幫他解釋 老伙子煩惱 老伙子不放心 我等一下坐下 我坐在沙發上 一問一問而已 年輕人 這麼大聲 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 都沒想到那些負債很多 250萬負債 不是簡單的 你不是每年都去台辦 出路 我去台辦出路 自己買房子怎麼有收拔 有嗎 有收拔嗎 有什麼收拔 哦 對啦 我說 啊你去台辦 沒看說 台辦的房子 蓋十倍啊 三百萬 蓋到三千萬一坪啊 還蓋呢 不是蓋到這裡 我不要說台北蓋十倍 蓋五倍 那間房子變一千萬 我們就沒辦法了 我們就沒資料了 三千萬一就沒辦法了 我們就有人 欸 有道理 我如果不可以住在這裡 我說 三千萬我在看 蓋十倍要再蓋喔 台辦人蓋五倍 我們就拿不動這棟房子了 買不起啦 為什麼我說 你如果安排就好 本來他也說 你本來是說 你如果兩百百萬 你出國有錢嗎 我說有錢錢 我說如果沒有錢 你喔 扣進兩支手 這樣啊 我說我不會放心 一個人在這裡 兩百百萬一個人 扣進兩支手 辛苦啦 兩名都在辛苦 不會放心 我說一個 等一下台北人蓋十倍 又蓋 台北人蓋五倍 你就買不蓋了 他說啊 你如果打算就好 因為我去 沒有去留子留心 我要三萬他的薪水 啊 啊 本市府館兩百五十萬 才 萬九而已啊 要穿六千 要嚇嚇叫 聽 我幸福哪有六千塊 我怎麼走 我都沒有風 齁 我就說 阿君米 一個月也賺三萬一 啊就三萬七 啊三的人在過 自己的家 怎麼會不會在過一 怎麼會有難過 我會說 你如果打算就好 他不會 我那兒 我那兒 我那兒都點去 要出國那人 住家 住家一日而已 住一晚我就走 那人我們他也會打 你這個暴君 你這個獨裁者 說什麼就什麼 人家說都不聽 問我 你說喔 你喔 你隨便看 三年了五年了 去到六百萬八百萬了 你米都賣在賣 就說喔 我記得這個人有夠夠的 三年了五年了 說這間家 去到六百萬八百萬 到時候你就 不會這樣跟我們拚了 三年後 他在美國回來 第一次賣給他 說 我們隔壁不會四百萬了 還有半年說六百 還有半年說八百 還有半年說一千了 還有半年說千二 我回到時候已經千二 六百了 我們就開始了 我所以很感謝大家 有錢都去討論人家 來救我 很感謝 好 大家為止謝謝 謝謝 … informative 我們的嘴巴 知道 但是沒事